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奔赏黄金出舞舞台 黄金100秒 大计时 开启 十几次都会发光 有梦想就灿烂绽放 青光闪闪 青光闪闪 舞台闪闪亮 这就是你的主场 请你善良登场 绽放到眼光 青光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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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光闪闪亮 青光闪闪亮 用最棒的才艺征服关注 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 黄金舞台 胖身精彩 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早快打光 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暑期特别节目 炎炎夏日 赶来挑战吧 咱们民间有大鼠小鼠上征下主之说 而且这个大鼠是24节气里面最炎热的一个节气 正好就是现在了 你看我今天穿的特别凉爽 就是可以了给大家节节鼠 对这个期间很热确实也是现实 对呀 所以我们黄金100秒一定要推出紧张自己 结束的特别节目 所以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有哪些不一样的玩法 当然了跟以往不一样的是 今天是有两轮的大挑战 如果在这个首秀的舞台上失败了的话 对不起 没有办法参与下一场的 黄金100秒的大舞台的比赛 看来我们的特别节目比赛比较残酷 两轮的比拼在我们的小舞台 对于我们的各位选手来讲 将有50秒钟的考核 只有通过了这个考核才有机会挑战我们黄金100秒的舞台 希望我们所有登台挑战的选手都能够站上我们的大舞台 没错 赶紧邀请我们的第一位选手 闪亮登场 有请邢成辉 欢迎 翻个好 你好 还有整个 你好 你好 首先好奇了 你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自我介绍的短片当中 然后你放那段是《甄嬛传》吗 对 这里面的饰演的一位侍卫 和一个公公 你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 对 一共就几句台词 对 你是怎么准备这个台词 能够现场再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 可以可以 就是他首先是导演会给你词 之后你要用手机录下来 让导演去看 看完之后他认为你适合这个角色 之后他才会让你过来演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 怎么处理这个台词的 处理这个台词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太监 当时的那个角色 谁说的太监 你不要说太监 想象成那个角色之后呢 就不难演了 咱们最早接触到表演这个行业呢 从小呢就非常喜欢这个演绎 之后呢 喜欢表演 从事了很多种行业 比如说像保安呀 服务员呀 销售人员呀 从事了很多 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 就是加入了一个群 之后呢 什么群 演员群 演员群啊 加入到一个团队 演员群 别人在群里边会发一些 通告 你自己主动去应聘 对对 但你以前你是没有学过表演 对没有没有 第一个角色还记得吗 记得就是一个服务员 哦 未来还有哪些规划吗 那我做了八年的婚礼主持 有近于千场的婚礼主持经验 那就是未来 你还是有可能要做一个 优秀的婚庆司仪 对吧 是的 然后演员的身份也不放弃 对 现在也是在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还想做一名歌手 我有想法很多 对 是的 没有理想的婚庆司仪 不是一个好群演 是的 那今天来到黄金舞台 也要挑战我们的全新规则了 能不能站上我们的 一百秒的黄金大舞台 首先要从脚下开始 好不好 给你五十秒钟的表演时间 能不能得到我们现场观众的认可 给你通过票 希望你加油 好吗 好 谢谢 来 接下来请准备舞台 留给行程辉 投票通道已开启 五十秒倒计时 开始 开始 每个人都有梦想 成功总站在最远方 哪怕前路有风霜 困难也阻挡 困难也阻挡 只要心中坚定了方向 人生就像是起落的朝廊 有时边境有时旷 有时边境有时旷 甘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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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会从天尾角 三分前注点击 七分靠大片 爱飘成黑影 好 五十秒表演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大家共同在努力 帮他找节奏 接下来我们要看 星成辉 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 我们脚下的小舞台 来 三二一 出示结果 很遗憾 没有超过八十分 所以你没有通过 好 谢谢 不管怎么样 我走到舞台 我就算赢了 成功了 谢谢大家 谢谢范哥 最后 我们要感谢你 也按照你来参加我们节目 给我们的表演方式 送你离开我们的舞台 好 这边请 来 谢谢 一次摔倒 一次再来爬起来 就这样一点点累积 一点点的过程 拼搏就是勇往自前的过程 拼搏就是勇于亮剑 勇于面对内心的恐惧 黄金一百秒 我们来了 欢迎 欢迎各位 哇 这气势 好厉害呀 掌声欢迎 黄明明和她的学生们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明明 请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我们是来自 北京市石英山区 新少年活动军舞势团的 这些都是我们舞传的孩子们 把孩子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们好 你们好 几岁了 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从你开始 我叫林建一 12岁了 我叫黄桃 今天八岁了 今天八岁了 生日快乐 大家好 我叫王小硕 我今年七岁了 下一位 我叫张克铭 今年九岁了 大家好 我叫水元杰 今年十五岁了 师姐呀 这是 明明现在有多少学生 我们舞传团 现在有五十多个孩子 小朋友进来以后 他们觉得最难过的坎 是哪些训练 基本功 比如说这个 在我知道这么多年 第一关就是柔认星 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批刹 压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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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现在压腿 都特别厉害 对吗 来 中间过生日的小朋友 能给观众朋友们表演一个吗 来 下叉 3 2 1 呦 呦 哎 棒了 请起立 小朋友 真可爱 你发现没有 其实孩子最小才七岁 其实跟我女儿一边大 明明你是几岁开始学舞 我是8岁 比他们稍微 比他们还晚一点 对 晚一点 后来就是有去选拔的机会 我就被选拔到省队里面 后来你是从省队到的中华武术学校 没错 没错 我相信可能没有学舞的朋友 听到中华武术学校 可能有点陌生 对 但是看了今年的冬奥会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留意到 没错 这个开幕式的表演当中 有一个节目叫 李春 对 那个表演的演员们 就全部是中华武术学校的学生 对 都是我们母校的孩子 所以那一刻你应该是非常骄傲的 对吗 我非常激动 因为我看到他们 我都想到我身边的孩子们了 因为那些孩子们 能站到那么高的舞台 我感到很骄傲 很自豪 那么我想也想让我们的孩子们 能登上这种大舞台 听懂了 这一次明明带着她的学生们 来挑战黄金舞台 嗯 其实也是给这些孩子们 登上大舞台历练的机会 就像曾经她的母校的学生们 站上了冬奥会开幕式的舞台一样 你们今天也不差 你们站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 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有 好 挑战我们黄金100秒的舞台 首先要带着你们一起来挑战小舞台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投票通道已开启 50秒倒计时 开始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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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 快点 haben 谢谢黄明明 以及同学们 共同带来的精彩表演 咱们采访采访观众 这位女士 我看见她们 仿佛看到了我自己 我曾经的自己 你也是习武之人 对 因为我九岁 在河南省艺术职业学院 也是学的 那个教室后面永远都有 东练三九 夏练三福 其实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刚看到她们那会儿 我都眼睛里边含着泪 就当时我们就是这种状态 谢谢 谢谢大家的分享 也谢谢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结果 好 一起来看一下大评 98分 98分 孩子们都很淡定 那我要问一下明明 那接下来挑战我们的黄金大舞台 还要同学们和你一起挑战吗 对 没错 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挑战我们的下一关 祝你们挑战成功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一百秒计时开始 开始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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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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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黄明明和孩子们 给我们带来的 黄金一百秒的表演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 黄金观众投票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祖国的花朵 中华武术魂 牛 中国功夫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老师的付出 孩子们的努力 少年强则国强 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丢失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 有自信 看到这一条留言 其实我特别感动 说明我们的观众 也有这样的意识 少年强则国强 其实这一个黄金一百秒的表演 最让我们感动的 就是我们在孩子们身上 看到了武术传承的精神 没错 希望他们继续加油 也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来吧 接下来一起看结果 黄金大幕请升起 三、二、一 宝箱开启 跳唱成功 成功 太棒了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加油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叫赵小迪 我是名模特 在葡萄牙生活了九年 你们喜欢我吗 我来了 掌声有请赵小迪 你好 你好 怎么能走到这儿就停呢 来 继续 大家有没有看着很眼熟啊 今天的三号选手赵小迪 也曾经是我们的黄金观众 职业模特 小迪正好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你好 我的名字是小迪 我已经在葡萄牙 近9年了 我已经在葡萄牙回到中国 我最爱是模特 我也是在葡萄牙 我也是在葡萄牙 我喜欢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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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听 是小时候就在葡萄牙吗 也没有 其实我是直到一二年的时候 在出国跟父母团聚 那年你几岁 那年的时候 出国的时候二十几岁 那你和咱们国内 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吧 生活方式上 非常不同 就是人们用这么来评价 葡萄牙是 焖咸的咸菜 焖甜的点点 办事没有拖拉机快 路上女的没有男的 长得好看 所以就形容这个国家来说 就是他干个事情就比较慢 他就是慢慢悠悠的一杯 比如说咖啡可以做一下午 那样的感觉 就生活节奏很慢的 对 而且大帅哥比较多 对 帅哥比较多 有个C罗 是吧 对对 大帅哥比较多 那你很幸福 对 知道我是有多羡慕了吧 我在想小笛同学是 21岁的时候出国 所以那个时候 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去开始全新的生活 应该很不适应 一是语言不习惯 生活方式不习惯 所以你和外界的接触 也会比较少吧 那个阶段 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朋友的 在陌生的环境 深夜不认识 所以正是由于语言不是很方便 被迫走上了模特的道路 对吗 因为这个表演不需要说话 会走就行 其实我学习模特这个行业 已经有17年了 那你在葡萄牙是怎么获得上台 走秀的机会呢 有一次我跟我的父母在餐厅吃饭 然后就有一个外国人朝我走来 他说我是设计师 他说我想邀请你参加我的时装秀 我说好呀好呀 我说我以前就是模特 然后我就走了他的发布秀以后 什么等一下 这么轻松的吗 没有 因为在国外其实没有那么顺利的 刚开始我也说了 我的语言不同 我要学习普语 其次父母当时是开餐厅的 也开过超市 然后父母希望我能就是 也做餐饮这一行 然后没想到就是被人发现以后 就又走上了模特 那看来是命中注定啊 那我觉得他很轻松啊 要不要 我看他的简历的时候 因为虽然以前知道 你是黄金那个黄金观众 但我刚才拿到他的简历的时候 哇 我说他太厉害了吧 但是这么一听 我觉得感觉好像很轻松 那要不要试试 我觉得你呢 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个距离 可不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快速换装的走秀展示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好不好 对 也算给自己黄金挑战之前的热身 好吗 这是一个加分环节 好吗 对 加分一下 那就接下来请小迪现场展示快速换装 这首帆哥我们俩要给大家走一个 好了 好了 好 顶上 好 顶上 好 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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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个国外的摩托秀就是很夸张 我看那个国外的摩托秀就是很夸张 还没好再来一圈 再来一圈 这次来这 来了 谢谢 这一身好漂亮 而且你们俩好登队 红配绿 穿上这个传统的中式服装之后 小迪还有不一样的美 对 你看这发型也都换了对吗 对对对 怪不得 因为会有 刚才有一个老师在后面帮我弄发型 对 所以我们看这个走秀好像很从容 其实也像是打仗一样 马上迅速换到后面去抢妆 抢发型 对 其实我刚才后面是 快快快 你没看到我们俩在前面很辛苦 看到了看到了 你带不出来我们真的没有动作了 但是不白等 小迪最后惊艳的红色传统服装的亮相 不仅是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美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身服装 也是接下来小迪要50秒挑战我们黄金小舞台的着装 是的 是的 这是寓意着你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表演 是古装舞叫金孔舞 这是我的爱好是唱歌跟跳舞 所以我希望展现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祝你好运 加油 谢谢 加油 舞台留给赵小迪 投票通道已开启 50秒倒计时 开始 谢谢 好球 好球 大毛春蓝松 仿佛行我青云之地烟 飘摇行我流红之灰雪 飘摇行我流红之灰雪 掌声送给赵小迪 那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挑战第一回合我们小舞台赵小迪有没有可能成功 我们一起看结果 89分 89分过了 因为按照我们的要求在第一环节当中超过80分 80分 即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轮的挑战 没错 祝贺你 祝贺赵小迪晋级下一关 下一关的挑战就没那么容易了 首先我们时间翻倍要100秒的时长 你要完整的表演结束 初步亮相是舞蹈表演 那我们的大舞台还是要跳惊鸿舞吗 是唱歌 所以今天就打算这一趟把你绘的都来一遍是吧 对 所以我打算潇洒走一回 潇洒走一回 嗯 祝你挑战成功 好吗 加油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100秒精彩花絮已全面上线 扫描题目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人们的优势评好 精彩花絮敬请期待 黄金舞台 黄金舞台 精彩人生 100秒计时开始 开始 天地悠悠过歌 匆匆 潮起又潮落 恩恩圆圆 神似百走 几人能看透 不知要滚滚 痴痴要情深 聚散总有时 流离满清晰 流离难尊 至少梦里有你这岁 过来青春如明天 你用真心管死伤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妄伤 何故小小总以为 攻略 闻世雅关滚 痴痴要情深 聚散总有时 流离难清晰 流离难尊 至少梦里有你这岁 过来青春不明天 你又真心狂刺手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而不想想从一回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而不想想从一回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 20位黄金观众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望你能走向更大的梯台 潇洒走一回 唱得好 但是能有一些表演就更完美了 随歌词有肢体的表演会更好一些哦 真的很好看 多才多艺 形象很帅气 你的走秀太美了 还是模特走得好 感谢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年代 听到这首歌 仿佛回到了小学的时候 舞台很炫 谢谢 谢谢我们朋友们的弹幕互动 说实话 要不是大家弹幕的提醒 我还真没想到 我说为什么小迪 今天要选 潇洒走一回这首歌 因为对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来讲 这歌太熟悉了 以为这姑娘 她特别复古 不是 主要紧控着她 潇洒走一回这样的一个主题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结果 黄金大幕请升起 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三二一 宝箱开启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手机壳 很中国风的手机壳 因为小迪之前长期在国外生活 这个咱们中国二字这样的一个装饰放在你的手机的背后 让你永远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 再给你做坚强的厚度 希望你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谢谢 再见 再见 接下来通过短片认识一下下一位选手 她们是一群年轻人 因为共同的信念 让她们走到了一起 她们有的性格开朗 有的温文而养 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热爱音乐 我们是周末失踪乐队 让我们有请周末失踪乐队 左先生一下 大家好 我是周末失踪乐队鼓手小田 大家好 我是周末失踪乐队的吉他手小凯 大家好 我是周末失踪乐队的贝斯小海 你们没有主唱的吗 失踪了吗 主唱没有到达现场 但是他留了一段短片 我们来看一下 电视机前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乐队主唱丁亮 非常遗憾 没能到达现场 在这里 祝愿我们的乐队 可以取得好的成绩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周末失踪 早起来 我以为你们那个 失踪乐队的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失踪 其实周末失踪乐队呢 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周末 因为周末 大家都是放松的状态 都是出去游玩啊 或者说度假呀 你联系不到我的时间 所以叫失踪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失踪代表我们逃离这个城市 这个喧嚣的城市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音乐的自由的感觉 心灵上的放松 精神上的 精神上的 失踪 对 聊聊你的音乐好不好 好好好 加上这次很遗憾没有来现场的主唱 你平时四位兄弟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乐队组了多长时间 我们这个乐队组了 现在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呢 最早我是一名就是公司的职员 但是内心还是喜欢这种自由吧 所以说 最后还是选择了音乐 所以你是乐队的创始人 不是的 其实我不是队长 队长的话是主唱嘛 然后 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认识的呢 四个人 就是在那个演出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就很有 很巧合 刚好是我们几个都是性格合得来的人 然后大家音乐的想法也都是能聊在一块的 然后就是组建了一个周末失踪乐队 其实我们也是玩原创的 对 今天主唱没有来现场 会对你们的表演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可能主唱没有到现场 这个问题好好想好了再说 他说没有影响 说明他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 如果影响很大 那会影响接下来你们的进击 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 就是还是没有影响 因为我觉得我们乐队是 是一个团队 当然少了谁 可能是都是不是完整的 但是我们默契度是有的 我们三个人可能呈现不出来 很好的这个音乐氛围 音乐现场 但是我们依然有我们的激情 有我们的热情 有我们的默契 所以说尽量能给大家呈现出 更好的这个作品吧 你没明白翻歌的意思 你们缺个主唱 人家想垫上的 人家想捕上这个坑 我可以吗 会想我年纪大吗 只要你不嫌弃我们乐队 我觉得可以屁掉 来不了来不了 因为人家是唱自己原创的 对不对 你们都是唱自己的作品 对吧 今天这个前面50秒的挑战 也是唱原创吗 没有今天带来的 其实都是翻唱 今天带来的都是翻唱 50秒唱哪首歌 50秒唱的是一个new boy 听过吗 都不会 我看见到处 对 对对对 这不是他想吵 快乐在城市上 空票无恙 那其实我可以简单的给 风哥 先来看看你们的水准好不好 那决定要不要加入你们 好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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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中的挑战 祝你们成功 投票通道已开启 50秒倒计时 开始 开始 哦 比赛爱能穿吗 但有领子费蓝白香脸 你不想尝尝吗 明天一早 我太阳光美好 我要把自己打倒 把破旧的全部卖掉 这样做好 本来把本的天到 好的 一起看一看 第一回合的挑战 他们有没有可能成功 来看一下大屏幕 就差一分呢 真的还蛮遗憾的 对于三位兄弟来讲 没有获得登上大舞台的机会 期待完整的周末失踪乐队 再来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 继续加油 谢谢你们 再见 拜拜 也继续加油 希望下次再见 大家好 我是魔术师一小冬 三张卡片 两张黑色 一张红色 接下来我把红色卡片放在桌面上 轻轻地搓一下 它就变成了黑色 就会跑到这边来 我再一次把红色的牌放到中间 轻轻地摇晃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去掉一张五 还有三张 再去掉一张 还有两张 再去掉一张 还有最后一张 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 黄金一般的 朋友们 我来了 你们好 这里的观众 你们好 掌声欢迎 魔术师博士一小冬 你好 欢迎 你好 你好 对了 维尼公主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一个小黄花送给你 谢谢你 很漂亮 今天的给帆哥其实也带了一个礼物来的 好 带来来 你给我带的礼物 好 谢谢 帆哥也有礼物啊 哇 戒指 你有在后面的环节当中 真的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帆哥 可以提前透露那么一点点吗 嗯 是很珍贵吗 一个属于一个教学吧 我明白了 就是受我以鱼不如受我以鱼 对 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了 我介绍的对不对啊 是魔术师 依晓东还是小丑演员 依晓东 其实呢 我是一名魔术师来的 因为我以前也在各个地方经常接触小朋友 然后会穿一些奇装衣服 所以小丑的造型是为了更好的让小朋友接受 对对 是这样 依晓东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 他除了是魔术师之外 而且还是少儿魔术的培训师 是的 是的 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你的学生都是小朋友 我们的孩子一般在四岁以上 四岁到十二岁之间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是比较好奇的 对对对 因为我也是老师嘛 在教课的同时啊 就想着他们怎么样能更好地展现自己 所以这个课程的理念 我们就归隆一句话 叫快乐童年魔幻成长 但这个课程啊 我们还是主要教小朋友的逻辑思维 语言表达 包括我们的形体理仪比较多一点 哦 所以就不仅仅是教他们魔术表演 对对 魔术表演的背后 还有很多系统的课程 对吧 对对对 能给我们简单展示一下吗 没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是这样 因为这个魔术呢属于 我在课堂上经常表演的 两位来配合一下好不好 我们就模拟小朋友是吧 对 好 当然老师 好 好 打开我们的宝箱来看里面有什么稀奇古怪 你们确定要看吗 想 那请问 小帆小朋友 请问魔术师都应该拥有一根什么东西 拥有一个 魔法棒 是的 魔法棒 非常棒 那今天呢我也给帆哥准备了一根魔法棒 来 你先拿好 除此之外呢 我还准备了一条红色的丝巾 是 这是九节边吗 加点魔力吧 好不好 来 翻个吹一口气 来 对 用力捏就可以 要检查一下 是的 真的准备了一根 这个呢你先拿好 拿中间就好 拿中间不会掉 好 杨帆同学好厉害啊 最后一个教学呢我先表演一次 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魔术 好的 首先呢我们要准备的是一条 还是这个叫 红丝巾 红丝巾 我们接下来呢把红色的丝巾呀 慢慢地卷 卷到我们的手心上面来 卷卷越小越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吹一口气 来 吹一口气 是的 丝巾全部卷起来 它就会变成一颗鸡蛋 而那叫丝巾瞬间就会从箱子里面出现 此时此刻有点奇怪 哪里奇怪 没有掌声很奇怪 刚刚说这个魔术要教给大家的 对不对 帆哥其实站这个地方已经学会了 没学会 没学会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复杂 其实呢回到家只需要准备一个鸡蛋 然后打一个洞 然后倒出蛋黄蛋清 就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同时呢红色丝巾消失 就是一定要拿出红色的丝巾 千万千万不要拿出这样的丝巾 好 这个注意到就好了 同时呢最后一点背后不能有关注 如果说背后有关注的话 他就会看到这个洞对不对 这个时候再一次喊出我们的魔法咒语 叫做 锯金子总会翻光 是的 然后呢这个洞啊 你就会慢慢地慢慢地把它撕下来 那这个鸡蛋就会变成 真的鸡蛋 帆哥 送您做经验 好嘞 好 谢谢 好 调演结束啊 谢谢 调演结束 还挺好玩的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是4岁到12岁的小朋友坐在下面 多开心 其实我以前都不知道 小朋友多喜欢这个魔术式 不知道多喜欢小丑 知道有一次就是我女儿的等于她的同学吧 就是过生日 然后在一个小小的场地 就是办了这么一个生日的聚会 然后就有这个魔术师的爸爸 到现场给孩子们去变魔术 装小丑 孩子们笑成了一片 所以说在孩子们的眼中 本来世界就是未知的 又看到那么多神奇的东西 然后变完之后还教会他们道理 他们一定会很感兴趣 对对对 而且刚才说到那个鸡蛋道具是你自己做的 其他道具是你做的还是买的 这些表演是我自己做的 但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呢 我就会找一定的厂家去批量去制作 对 所以你还是玩具 或者说魔术道具的设计师 对 我相信每一个领域吧 他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有自己的创造力 当有一定的想法 一定的创造力的时候呢 你需要自己动手 需要把这个东西结合到一起 然后展示给观众的时候 我相信当一个这个魔术师的本人呢 他会非常非常有自豪感的 对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接下来舞台留给你 加油 好的 投票通道已开启 50秒倒计时 开始 谢谢 谢谢 Zither Harp 谢谢 谢谢易晓冬 接下来就看一看 易晓冬有没有可能成功 一起来看一下最终成绩 84分恭喜 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谢谢 唯一小小的请求就是 因为在我们进行到此刻 你已经进行了 两轮的魔术的表演了 我觉得黄金大舞台100秒钟 你的魔术表演还是要有升级 好的 好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下载央视频客户端 打开文艺频道页 网期内容随时看 幕后花去抢先知 与社群好友边看边聊 同时登陆央视文艺客户端 参与节目的各类互动 黄金舞台 精彩人生 一般的继续开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表现非常好 很精彩 太酷了 大便活人了 动感的表演 真的是惊艳 大型魔术 精彩刺激 太神奇了 所以看得出来 依晓东 还是非常的用心 他有可能挑战成功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黄金大幕 请升起 我们来看结果 来 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3 2 1 宝箱开启 没成功 但是这纪念品还不小 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好吧 这是一个 其实你自己应该比较了解 道具箱 打开看一下 这是一个专门啊 放你魔术道具的收纳箱 很漂亮 超级漂亮 太棒了 我喜欢这个礼物 希望这个小小的道具箱 以后可以陪伴你 把精彩的魔术带给大家 带给小朋友们 好吗 好的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谢谢 再见 好的 好的 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登台挑战的选手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又一个 精彩的100秒的挑战 那我们这一期的黄金100秒暑期 特别节目 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没错 炎炎夏日 电视机前的你敢来挑战吗 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等着你哦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用最棒的才艺征服观众 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 黄金舞台 碰出精彩 世间的总会发光 再见 下周再见 夜主回家 一看你就不是绿手去 回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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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来个亮相 好吗 有梦想就在烂战 好吗 从现在开始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都可以举手 我灯瓜先生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没问题 窝瓜先生可以快去表演 其实说你是一个男士吗 对吧 对 你说哪看出我是个女士呢 我问三个一个问题 葫芦娃里面的老头 叫什么名字 爷爷 老爷爷 哎 会夹着你手 这我不知道 你们 你们之间也不这么熟 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 这